大家好,本节介绍未能字板系统压缩分离工具 首先,圈选一个范围,只定用于压缩分离 否则为整个花样 圈选一个范围 只对结束行前的花样进行压缩分离 也就是说,功能线220上必须标识结束 只有线压缩分离,才可以选择回复动作 选择压缩分离工具,将弹出压缩分离界面 可以看到,只有压缩分离可操作,回复不可操作 压缩分离处理,根据功能线及其值进行处理 这里,选择用取消编织的功能线 功能线203,取消编织其值为1 也就是说,压缩功能线203上值为1的行 单击执行 可以在压缩的图片上进行修改 回到压缩分离界面 单击执行 可以看到 被压缩的内容恢复原样 并且修改的内容依然保持 压缩后的文件直接保存时 压缩的内容不会丢失 也就是说,对文件进行压缩后 直接保存文件 保存在桌面 关闭该文件 并且在下一次打开时 进入压缩分离界面 可以直接进行回复操作 执行 可以看到 被压缩的内容并没有丢失 以外 以外选项是指除了其值以外的行 都被压缩 压缩圈选区Vinning拆行 即压缩Vinning拆行的形式 勾选该选项 全选一个范围 注意 在圈选时 圈选的中线应该与Vinning的开领处吻合 显示中线 可以看到 现在圈选区的中线 与Vinning的开领处是吻合的 单机执行 Vinning被压缩 可以在Vinning上进行修改 回到压缩分离界面 只可以进行回复操作 单机执行 可以看到 Vinning拆行 恢复原样 但修改的内容依然保持 本节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